我冤析主題主要是以個人檔案資料管理的部分 我們都要講太多技術面,我們只要以Email面來講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各位老師一定會有Email的部分 不管是學校的也好,Hilignode的也好,Gmail、蘋果的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問一下,老師會不會收到很多垃圾信? 會 China,你們哪一個垃圾信最多? 減肥的 沒有,我說哪一個信箱? 雅虎的很多,其實在台灣應該幾乎是人手一個雅虎信家 他有很努力在阻擋垃圾鏡 但是一般來講成價還不是很好 但是他有比一家好,那一家叫Hilignode Hilignode的戲稱只有垃圾沒有性 因為每天打開之後,先處理垃圾鏡就處理不完 真正有用的可能就一張或兩張 那不管怎麼樣 一般來講評價比較好的 現在主要有兩個,一個是Gmail,一個是Hilignode的那個Hilignode Hilignode現在處理還不錯,垃圾鏡檔還不錯 Gmail一般也就是還不錯,所以等一下跟老師分享一下 你其實透過Gmail部分可以幫我們手心地擋垃圾鏡,這可以擋垃圾鏡 這可以擋垃圾鏡,這可以擋垃圾鏡 老師的生命就不會浪費在處理垃圾鏡裡面 每天都要處理很累 再來,現在Facebook有沒有很多 如果有上電腦課的,你大概就會上學校,我去外面上課 也都一樣,因為我都上電腦課 所以幾乎大家來,現在不是大家開Amazon,是直接FB 幾乎都是,大部分答案是八、九十以上 同學來就開Facebook 大家好像沒有上Facebook很難過,都上癮了 所以這個會牽在更多個人隱私的資料 所以怎麼樣去注意一下 當然Amazon的網絡詐騙有很多 所以我們會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網下的部分,就會比較牽在跟我們個人電腦比較有關的 個人的電腦比較有關 因為下面那一塊主要找到哪都可以用 下面這一塊就是跟我們個人資料的管理 比如你可以說加密,讀卡機,還有游覽器 你希望找到能夠隱形的 留那麼多資料 比如說你今天要公用電腦,還是朋友的電腦 不是自由電腦,你打的上換密碼,你會不會擔心嗎? 也會嘛對不對 要你有勾記住 反正他就記住了嘛 這樣就比較危險一點 那下面還有一些不錯的一個資料管理的方法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所以大致上我們的內容,它都是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因為今天我們會用到一些免費的軟體 所以,您在這個新制圖的內容打開之後 如果說老師,因為您離開教室的環境之後 您想要就是 這個軟體的話,您可以把這個網址 把它扣起來之後,您到這邊 就可以直接下載 我們剛剛所分享的那些軟體的部分都會放在那裡 這個是重要公開的 當然上面就沒有付費的軟體,這是免費的 我都會盡量把它維持到比較新的版本 所以您會覺得,比如說你看提升工作效率這裡有一個 您要拿一個,您就把它勾起來 比如說您要這個,您又勾起來 直接把它下載 那當然也可以,就是全部 您就不夠直接全部下載資料價 它一樣會把你壓折起來 所以這個是利用Sky Driver的部分 Sky Driver的 好,您瞭解我們今天大概得這樣的內容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馬上去跟各位分享一下電子郵件的部分